我覺得是巔峰 我沒有自信可以再拍出更好的作品 但我確實不是在什麼 愛情泡泡的滋潤 完成這本拍照 反而拍攝的時候是失戀的時候 是失戀的時候 鄭家醇激露敏感部位顏色 精土分手激烈過程 受想影響我 形容也是滿棒的 機牌妹鄭家醇出道十年 推出紀念寫真純熟 標榜這次還是最後一拖的畢業作 我現在是剛滿29歲 我覺得是巔峰 我沒有自信可以再拍出更好的作品 結果最近就卡在印刷上面 很累 就最後一頂路 對 然後我看了那印刷想說 最近努力了這麼久 我跟我團隊的心血 鬼在這裡嗎 就不能接受 我崩潰到我胃痛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還快吐了 很發的啊 然後就臨時換委託啊 為什麼我會選這間印刷廠 是因為十年前第一本寫真書 就是委託他們印 那有一種有始有終的感覺 對 但是就一團糟 在我這幾年 經手這麼多作品 各種情況合遇 然後我十年前 那我就簽到一百多本 所以我想說 嗯來翻一下 一翻不得了 為什麼我的膚色很黃又很黑 原來是因為那時候還不夠紅 所以 師傅 對我不熟 就覺得不會有女生這麼白 然後就在印刷的時候 自己把它調黑了 然後那四千本就是全數消毒 那我那時候真的 就在他們辦公室發表 對 我真的超爆目 超級爆目 可是我這次不一樣 我覺得是製版問題 你現在調色怎麼調都沒有用 但我也是可以看著你調色 但我就跟你說真的沒有用 你看十年前後已經 冷靜很多耶 對啊 但我內心是很 對 很崩潰的 然後就整個胃痛 這一次寫真集的拍攝 我的籌備期是一年 我真的把我自己當易碎品 在照顧 我把自己當成一個 泥娃娃的雕塑 為了維持這個皮膚的白皙度 我不曬太陽兩年 打過的消指針 應該超過六十瓶 所以事情的準備功夫 有包括哪個地方 靠面前去做 反而拍攝的時候 是失戀的時候 失戀 對啊 不到三個月 就是價值觀點 這是我提的 對 是我提的 但是他想要挽回 我自己的方法 對 因為我其實骨子裡很好勝 就是覺得 你休想影響我 所以反而會有 那種好勝的 鬥志 鬥志跑出來 跟那個意志力 去完成拍攝 動態作品 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樣貌的我 所以結婚身體 應該會成不在人生規劃嗎 我一直都在人生規劃內啊 都在想說 還沒有要生的話 是不是要去動軟 那現在身邊有新的追求歌嗎 沒有耶 其實大家 現在 都誤會我 好像 桃花運很多 我就只是比較誠實 所以 大家會覺得 我好像 跟很多人交往過 沒有 我一直來都沒有 你看 仲人家 我